中央气象局 持续发布 今年第14号台风 墨兰地的海上陆上台风警报 在今天上午11点的时候 台风中心来到了 恒春东南东方 约490公里的海面上 未来还是稳定的 朝台湾南方近海 逐渐靠近当中 现在的海上警戒区的范围 能难跟原来 原先涵盖的范围是一样的 大概是除了台湾北部海面之外 台湾周围各个海域都要严加戒备 至于陆上警戒区的范围 除了原本的台东 屏东 恒春半岛 蓝宇 绿岛之外 这一报新增加了花莲 台南以及高雄地区 首先我们要提醒的还是海面的风浪部分 在台东外洋的浮标 已经观测了超过6公尺的浪高 在台湾的北部跟东半部的近岸地区 也有观测到2到3公尺的浪高 所以我们提醒大家 虽然现在风力或者是浪的状况 还不是非常明显的大 不过我们还是请大家 尽量避免前往海边活动 今天下半天到晚上之后 随着台风越来越靠近 海面跟沿海的风力跟风浪的状况 都会逐渐的再加大 请大家要特别注意 至于在台风整个影响我们的 持续的过程当中 从显示图来看 大概从今天晚上之后 台风就会逐渐靠近我们 到了明天一整天 一直到后天的上半天 相对是台风距离 我们最接近的时候 也会是降雨最明显的时候 各个时段在各个地区 降雨的情况会有所不同 我们预估在今天 上午11点到深夜11点左右 这段过程 主要是迎风面 会有一些间歇性的雨势 但是今天深夜之后 降雨的状况 就会逐渐增加 大家从雨量度 也可以很明显的看到 今天深夜到明天 早上11点这段过程 我们的花莲台东到屏東地区 降雨就逐渐的再加大了 等到台风中心逐渐 进入台湾海峡之后 也就是在明天的上午11点 到后天的上午11点 这段期间 很明显的看到 除了我们东半部的雨量 是快速的在累积当中 另外在南部地区的降雨 也是逐渐的增加 尤其当台风从它的中心 移动到台湾南 海峡南部这边 逐渐朝西北的方向前进的时候 因为它这时候速度 有稍微减慢一些 如果导引气流的些微变化 或者是地形有一些影响 都可能让它的路径 稍微有一些偏折 当然譬如说 如果它的路径稍微往北偏 对我们南部地区的降雨 或者是其他地区降雨的范围 也会受到影响 那这方面的变化 气象局会持续的关注 预计要等到15号 也就是后天的下半天之后 当台风中心逐渐远离之后 台湾本岛的降雨的状况 就会比较减缓一些下来 以上就是这一节最新的 台风动态说明